喔!這個也不錯耶 不如來嗎? 加拿大 對!它是從阿拉斯加來的 OMG大家!這個露營展真的太大了 我們現在可能只看不到四分之一吧 現在我們進入的這個區域是加拿大品牌的露營車 這個是自走式的 價格是 五萬三左右 我們現在進入的這個區域 其實蠻可愛的耶 對阿!我覺得這一台雖然說有一點擠 但是裡面還蠻可愛的 但是裡面還蠻可愛的 然後這一台它的顏色比較明亮 沒有像剛剛那個比較暗色系 所以會 對對對 雖然說它空間不大 但是也不會覺得非常的擁緊 好嗎? 對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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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水槽 好! 帶你們看一下裡面 廚房進來的對面是那個廁所 欸廁所它很小欸 可是它還是硬做了一個乾濕分離 這邊 門還是可以把它隔開來 但是我覺得還OK啦 但是我覺得還OK啦 沒有說 超級緊 然後 最裡面就是窗 後門都是可以開的 所以如果你去海邊啊 或者是去山裡面 露營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門看那個美景 在床上看美景 吃早餐 對 這個不錯 對 這是浪漫浪漫 那廁所你覺得怎麼樣? 廁所我OK 我可以接受 真的嗎? 很小嗎? 如果這是自走式的 因為是一起的 對 對 我老公說到重點了 因為他的廁所 他洗澡跟上廁所的地方 是在一起的 所以我可以接受 我不喜歡那種就是 馬桶跟領域間分開 因為我喜歡上完廁所洗澡的人 所以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這是我的習慣 然後 我覺得蠻不錯的啊 如果對年輕的 夫妻或情侶來說的話 很OK 這台五彎不錯 對啊 價格也不錯 然後 門口這邊是冰箱 這一台 這個系列的顏色 我覺得很可愛 因為他很復古 他是有點仿舊的感覺 然後他這個後面也是 置物 空間 價格是怎麼樣 喔 價格五萬八 自走式的 所以他OK 這一台的設計也真的很不錯耶 因為他用的是那種 比較大理石的 花色 所以我覺得蠻時尚的 所以我覺得蠻時尚的 這個跟剛剛那個北歐的那一台又不太一樣的風格 可是都很漂亮 櫃子 櫃子 超級大的櫃子 你比較喜歡這個還是剛剛那個北歐的 北歐的 OK 我老公比較喜歡北歐的 比較 不舒服 OK 但是比較暗耶 對 這個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他是比較明亮的風格 兩個我都喜歡 想要兩台都買 這邊還有做那個 喔 他是有門可以通到那個後面的置物空間 也很棒 然後這是廁所 但是這個廁所 不 但是這個廁所 它是分開的 它是分開的 這是馬桶 然後對面是那個淋浴間 我老婆喜歡分開的 然後我不喜歡 所以就是每個人的那個喜好不一樣 然後它這個門一樣 欸不是一樣 它這個門是 關那邊 就是往客廳的方向關 所以如果 這邊關起來 就不一樣 如果客廳的人 想要去 床上睡覺的話 就要等你洗完澡 才可以進去 我老公說 那個電燈很漂亮 啊上面也有床耶 這個也是床 啊 啊 對 而且它也是電動的 它也是電動的 你要鑰匙 啊 這超棒的 這超棒的 它這一台真的也很不錯耶 而且我很喜歡 它這個 大理 這個顏色 麻木 對 很棒 媽媽 再放一瓶 再放一瓶 冰箱 然後下面是 放蔬果的 然後上面冷凍 這個品牌看完了 我們前往下一個品牌 天啊 我已經很累了 這個尺寸 我覺得它比較好 你可以在那裡 避免 避免 你可以在那裡 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會知道 有些人在那裡 但這個 沒有 我老公的意思是說 這一台 就像一般的貨車 所以你可能停在停車場之類的 沒有人發現你會住在裡面 但是另外一台的話 就是非常明顯 就是露營車 所以你要停車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這台小的 會比較容易 可能比較適合旅行 所以你要停在哪裡都很方便 好看完這個品牌 我們去下一個 發現一個超級小的 拖拉式的露營車 然後這一個露營車 好像是專門為了 給機車主設計的 因為它裡面好像是可以停機車 所以它這邊就是 有停了一台機車 這個是為了機車 停機車的耶 對 酷 你可以在那裡 可以帶你車子 也可以在那裡 好奇妙 可是這一台其實也不便宜 這一台的價格 已經跟我們的後備一樣 價錢 這一台大概一萬八 超小 真的超小 可是它是有廁所 真的嗎? 真的廁所 有 可是這廁所也太矮了吧 那你的頭會露出來 對啊 好特別喔 而且它這個廁所是可以洗澡的喔 這讓我想到我以前租那個小套房 在廁所他們都是這樣接水龍頭 接蓮蓬頭洗澡 以前我學生的時候 我有冰箱 欸那這樣算是應有盡有耶 廚房、廁所、冰箱 然後座位區 然後床 它上面有床 所以你是可以睡在上面的 應該是 這好像是可以往上推 還是怎麼樣 這不算是敗衣了 沒有 這只是要讓我可以按摩 我剛才以為這個是床 沒有 然後我老公說 你可以站起來 你可以站起來 才不會撞到頭 所以它那個座位區已經是床了 這個很挺的耶 一萬四 天啊也太可愛了吧 裡面我覺得沒有那麼舒服 這個真的是超級迷你的 看這一台我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可以停機車的 我相信應該有些人是熱愛機車的人 所以帶你們看一下 跟我們Hobby一樣價錢的 應該不會可以洗澡吧 這是廁所 是馬桶 這個是可以坐的地方 然後也可以變床的地方 中間這邊 基本上就是讓你停機車的地方 小小的衣櫥 這是廚房的部分 這是廚房的部分 可是 不難洗澡 如果我是騎摩托車的那個人 可能這個不錯 可是 如果來說沒有用 對啊因為他本來就是設計給騎摩托車的人 對 可是這一台的價格真的不便宜 好 嗨大家 現在已經下午4點了 這個露營展開到下午6點 所以我們還有兩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我們決定現在要去看兩個地方 一個是媽媽想要看的品牌叫做Tabat 媽媽現在的露營車就是這個品牌Tabat 然後他還是想要看一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陪他去看這個品牌的露營車 然後最後會再帶大家去看一個 超級大的巴士的露營車 就結束今天的那個行程了 因為真的沒辦法看完 東西太多 好那我們現在就前往這個Tabat 這個品牌去看一下 Go 我本來想要看旅遊的東西 也看不看不到了 因為真的太趕了 哇這台公車很漂亮耶 白色的而且是賓士 那我先看你的 先看我的嗎 OK好 我們現在要帶大家去看一個 最貴最大的巴士露營車 因為我看電視真的非常的驚人 很棒 他們外面推畫的還不錯 但是裡面真的很爛 裡面的餐廳真的很爛 在外面吃就好了 好那我們現在進去看 天啊 我看見一看 感谢观看